所以以前比較穩定 國際學校將在九月車會來開合 為了比較保守性、保護衛生安全 南島管政府寬布局 專的各國有處配合 為八月二十三號開始 在全關164均學校 開動保護衛生局消毒組合 好方的工作可以進到完成 消毒已經完牌的幾期 分做兩週 在學校的告示、本社 或是給我講中 有些實施的地方 消滅的地方 在開學進行 讓我們先到專關好行 讓他們消毒的作業 如果要前面清消所有的學校 也把高屋中指都納入 所以我們的規劃 從二三號開始到 今天是八月三十一號 我們要前面新的 對166所學校 前面進行所謂環境消毒 現場也特別呼籲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謂做的 就是對於他的廁所 或者他的洗手台 還有所謂的他的 戶外的一些設施 前面做清消 他就要讓學生小孩在開學後 可以安心的學習 關於環境保護和公共有處配合 依照到人民城管長的機器 提早因應 醫療過幾個 進行好行主兵 這還到是外面公共區 的環境消毒 過後 這是付出最高的空間 這還有交通車請給消毒 是針對我們肺炎的疫情 我們使用漂白水 然後再施一千ppm 就是的濃度來做 這樣的話就是環保署公告的濃度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會 還會定期的 就是做登革熱的防治 這個也是在 縣長也特別交代在開學 前中後我們都會來協助 經過三個多月時間 學生也準備在明天 來學校上學了 那在這裡呢 我要跟 所有的親師生們講 我們都準備好了 也謝謝縣府 環保局 來我們各學校呢 做最後的消毒工作 為國外中孫配合到工業 好好專門來聽聽聽 現在的學期會讓正常上課 為了學生開學後 可以順利和好好來學習 關乎一個個好好 專門來做好情形消毒 這個環境的經歷 也要在學校內地 遵守到工業規定 表面說也已經再幾次來扣打 記者的女性 常播到